G2和速度之星入人甲在秋名遇到了在互相追逐的白色FC与黑色GTR GTR请跟着FC 梁介看这台GTR还是有两把刷子 钟离已得意到自己可以跟得上梁介 两人下车后 钟离介绍自己是来自妙艺的车手 梁介说钟离的名字自己听过 两人的目的也都是相同的 就是秋名山的86 梁介吐槽道 居然想用384T马力的GTR来吞掉86吗 钟离不敢置信 对方能拆到自己的马力数据 梁介说这都是小意思 绝后说到上三肯定可以赢86 但是下三GTR是必定会输的 钟离很不服气 声称自己会跑赢那台86 让你收回这句话 猫在一旁车里的生物露出邪魅一笑 拖海准备去送豆腐 发现金颠杯子里的水平时要多 加油站 C2和刺骨谈起桌案 秋名山上FC和GTR的对决 那台GTR就如鬼神一般的抓地 快速过弯紧跟着FC 持骨说虽然飘移看上去很快 但实际上要比抓地跑法慢一些 当然真正的飘移也很快就像拖海一样 持骨拜托拖海加入自己的车队 拖海说加车队倒是无所谓 但是持骨前辈的车队都是车手的 自己也不是个车手 持骨无语 说到整个秋名也没有比你快的车手 文胎为了提高拖海的驾驶技术 改用了水杯的训练方式 让拖海可以精准地掌握车身重心移动 中立一驾驶着GTR的三路 回想起86与FD的比赛 自己虽然讨厌飘移 但是那辆86确实很快 绝对有做我对手的资格 持骨和拖海去送货加油站 就剩阿树一个人 这时中立一来到加油站 听说这里能打定到86的下落 当被认作为速度之星的队员时 阿树有些得意忘形 还说86车手和自己是好机友 联络的事就交给自己吧 中立一说下周六晚四点 在秋名山等着86决一胜负 说完就开车走了 阿树这台反应过来 自己擅自接了挑战 持骨等人回来后 阿树只能跪着说对不起 希望拖海可以答应接受挑战 拖海说自己不是你们所谓的车手 拖海在家吃饭时问老爸 GTR还厉害吗 不老爸说那当然了 拖海问如果老爸的话 下坡能赢吗 文太淡定回到 不管是GTR还是宝石节什么的 赢都是不在话下的 拖海自语道 如果是自己会赢吗 文太西想 看来下一场对手是GTR了 中立和秋名86的比赛 关系到赤城和妙议 两个车队之间的尊严之斩 中立也来到秋名 内袭GTR 身后还有一辆 红色本田四域一G6 以超快的速度过弯飞驰 车妹的圣吾说 虽然GTR被撑着猛兽机器 但并不是无敌的 阿树知道拖海不喜欢被人强迫 决定明晚去山上 向中立一道界 即使下跪也行 店长扫到拖海 弄迹象法 却说拖海放弃和GTR比赛 GTR吸收了F2和4区的优点 加上强力的电子辅助 四轮驱动系统 车身极其耿定 就算是下坡也很快 RBR6 双涡轮增压的新档 也是个猛兽 可以轻易改到600匹马力 稍微踩一踩 就能爆发出强大的马力 86什么的 完全不能比 差距太大了 要乖乖听大人的话 拖海点色一遍 虽然自己没想过要作为车手 来公民钓鱼 既然都说GTR很厉害 那自己也很想见识见识 拖海回到家 发现家里关门 临时停业了 86也不在家里了 没有车的话 就什么也干不了 这次 熊明山上聚集了比上车 更多的观众 高桥兄弟也来了 这两名粉丝又在这尖叫了 这下事情可到大了 阿树腿都软了 拖海在床上交道不安 内心想去的不得了 回想到之前 喜借对自己说过的话 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是这么喜欢开车的 老爸 你快回来吧 这是拖海听到了86的验鲸声 是老爸回来的 拖海二挖不说 开着86就上山了 文泰说 你小子挺有干劲的呀 阿树心想 自己肯定要被打死 最后是可 拖海感到说出了激动人心的话 车手被挑战了的话 是不可以逃避的 中立以为会是个大叔 没想到 来的是个小屁孩 想不通 为什么这么年轻 就拥有这种技术 店长老到文泰 问给了拖海什么建议 两人比赛开始 GTR率先冲出 梁记吓死着FC 带着弟弟 坐上特头席的观看位置 中立以松了油门 再等86直线上超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中立以想要在弯道上 击败86 中立以从后视镜 看到86的螃蟹跑法 梁记车说这样近距离的观战 那样的飘移如龙艺术一般 即使是我也不能把FC控制到那么极限 所谓波轮在直线上是很厉害的武器 可到了弯道 因为强大的力量会弄乱车身姿态 但86只要找准知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出 在技术赛道 即使是霹雳的车 只要能发挥全部实力 就能跑得很快 机械说自己的FD虽然有350匹马力 但是全开路段就只有一定点 油门到底后马上就要刹车 而这也是F2的宿命 可如果是四驱的GTR会怎么样呢 拥有扎地力更强的四驱系统 波轮的力量 无论多少就都可以使用了 86被一点点的甩开了 中里义虽然嘴上比较狂 不过还是有Sleep 巧妙的控制车身负荷 几辆减少转向不足的充斥者 虽然没什么乐趣 但毫无浪费和下吃 不过秋名前半段直路长拖度不大 到了后半段 骑弯变多就是下坡专家大显身手的时候 低速的发酵拉是GTR的拿手好戏 低档位的加速度 以什么车都要强 赛道上的最强机器 在公路上也是最强的 拖海开着开着 发现了车子的不对劲 原来门太对86进行了调效 改为过弯超转向不足 这样拖海可以更顺畅的全油门飘移 车子也不会乱动 拖海使出排水渠过弯 速度快的眼睛都跟不上了 中里义虽发现86居然追上来 到了这个地步 86是旧车这种认知也被彻底推翻 自换上GTR后 再也没有这么兴奋过了 低速弯 即使86再怎么追进 初弯的加速又会被甩开 但到了高速弯道 86就可以缩小差距 一边紧贴着护栏 进行极限速度的四轮飘移 一边攻略着最短路线 避免了所有不必要的减速 这家伙脑袋肯定少几根机 中里义发现自己竟然 骰不开86 真的是不得了的压力 装饰生物说 如果那86有真本事的话 差不多该发现GTR的弱点 露出了牙了 GTR的弱点就是车头太重 导致转向不足 虽然可以靠悬挂设定 和驾驶技术改进 但是基本特性不会变 在激烈的下坡 强制使用IBS控制转向 前轮和刹车就会出现问题 GTR开始转向不足 车头的反应没那么听话 三车即将经过五连法掐弯 钟离义在这里 惊眼目睹高小骑戒被抄 自己要死守内线 不给脱海排水区的机会 结果脱海直接连续从外线进攻 两届发现GTR的动作十分可疑 让骑戒睁大眼睛 86就要超车了 钟离义因为勉强守着内线 导致入安很不自然 想着只要铺让出一台车的根路 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入安了 托海直接一个外线内 与GTR并排 GTR出弯准备二档全开 实现加速 赶紧一个归位 GTR装上护栏 86获胜 钟离义虽输掉比赛 但意外的心情很舒畅 三路还是很深茂的 琪琪说86的VPS性能可战好 梁姐说别傻了 86打个没闹玩意儿 那是人角VPS 梁姐说自己很久没这么兴奋了 自己的理论要重写 那台86是个极有射杀价值的玫瑰猎物 装饰圣武鬼魅的笑道 只要自己把那辆86打扮 我就顺理成章 成为夜之死的一把手 就让我用令人感动的危险规则 送那台86去报费场了 刺骨的S要塞修好了 终于可以在秋名山继续跑了 装饰圣武开着1G6 带着一票小弟突然出现 还用车头故意顶磁骨的屁股 磁骨很生气 直接加速想甩掉1G6 过玩时又装了一下磁骨 磁骨车子四空绕了180度才停下来 拖海开着86赶忙上来 学问磁骨和阿素有没有受伤 到山顶上 磁骨要求装饰给自己道歉 圣武嚣张说道 那是你太骂了 我来不及踩刹车才撞到了 说如果你能按我们的规则 在下坡赢过我 我就举双手道歉 并怜名要和拖海比赛 拖海说你输了的话 真的会认真道歉吗 自己是不会输给你这种渣渣的 这次拿出一卷胶带 做我们的规则 撑入胶带死亡赛 将右手和方向盘捆在一起 在这个状态下进行比赛 胶带已固定 磁骨车说这样太危险了 前轮基本没法转向 让拖海不要去 拖海说对方也是一样的条件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输给那种家伙 比赛开始 胜无让拖海的八六先行 磁骨等人担心拖海的安危 也追了上去 经过第一个弯道 拖海总算是极限救了回来 后驱车在转搬时 不可避免会出现转向过渡 而作为前驱的思域转向过渡时 还可以继续踩油门 随心所欲的进攻 在这种规则下 F2是绝不会出事的 如果有不出事的F2 那肯定就是怪物了 跟诈超五面的胜无不理解 怎么都过了这么多弯了 他是怎么转过去的 胜无拉的手杀 直接过弯 出弯后 下速与八六并排后 又退了下来 说自己想抄你随时都可以 闪着大灯 想让八六再多塞点油门 拖海突然领悟了 原来扫打方向速度反而更快 胜无面目开始丑陆 准备不择手段了 拖海一顿操作 绕了360度就回车子继续比赛 胜无感叹这小只运气也太好了 自己只能一口气甩掉八六了 胜无享受着发动机冲到红线的声音 拖海这时已经愤怒了 居然敢撞我 绝对付发动机冲到的声音 绝对责气甩掉八六都 绝对责任 绝对责任 拖海一路横冲直撞 行迹咬住私欲 圣武心态崩了 自己已经到极限了 不能再快了 圣武发现那个86就是怪物 竟然没用方向盘 只依靠重心移动在国安 圣武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被超越了 是自己主动提出交代死亡赛的 如果输掉的话就成为车队里的笑料 圣武面容逐渐变态 加速冲了上去 这一刻板机二哥闺妹 看着受伤的私欲的圣武流下了眼泪 拖海看着都是伤寒的86 说自己和一个很讨厌的人比赛 冲突发飙了之后就什么都记不清了 文太教育到车只要好好爱惜才行 如果是自己肯定就不会撞了 拖海想着不管是阿树 还是此苦前辈都很爱惜自己的车 拖海对86说了声对不起 文太看着受伤的地方 说要换一整块板机了好吗 大家一起来板机就对了 加油站里 大家讨论到红太阳的高桥梁界 拖海说那个人很快 在和GTR比赛的时候 白色的2X47 一直紧紧追在后面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 那个人比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都要快 下速来到加油站找拖海 想看看拖海打工的地方是啥样的 这是快递员送来一束鲜花 说收件人是熊猫86先生 也就是拖海 下速一看 居然有人给拖海送玫瑰花 逃上来就问是谁送的 拖海打开信 街上写到8月27日百四点 秋名山顶等着你 高桥梁界